上个星期 台股跌破千点 惊魂未定 结果呢 今天你看到 又因为拜登宣布退选的震撼带 川普选上几率大增 又下趴台股了 台股盘中一度重挫700点 台积电中场跌破了940点 网友喊出了上车减钻石漏 但是财经专家预告 最硬的地板价还没到 还剩多远呢 就看上什么时候我们能摆脱川普的毒口水 台积电本来这个星期有两大利多 真的是从好好到我们来看 台积电如何在最危险的地缘政治 创造最大的利润 应对台股的风狗浪 明天过后你怎么来观察 对 没错 我相信今天大家可能 投资的心情都不太好 为什么 因为今天的盘中一局往下跌 最多跌了700多点 甚至还灌破了这个季线 那尾盘来说是收在这个季线之上 那目前为止来说 收在22256点 今天跌了612点 那目前为止是在季线 季线约末就是22100点左右 大概往下100多点的这个位置 我相信季线应该要扮演一个 非常重要的支撑 因为季线目前是往上扬的 所以现在点到季线 照理说应该会有一个反弹的可能性 所以我认为到这个位置来说的话 大家可能要停看停 那尤其是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为止来说的话 又跌了31块 它跌到了939块 那目前为止来 它距离季线比较远 它距离线约末是900块 所以看起来的话 台积电相对大盘是比较强势的 所以一旦台积电能够顺利的 止跌回升的话 这个盘应该就有机会 会往上反弹的一个状况 不过我跟大家讲 目前为止的这个大环境来说的话 其实没有太多基本面的问题 现在比较多的是人心的浮动 包括说筹码面有点乱掉 甚至大家可能认为说 川普跟这个选情怎么样 会不会对台湾怎么样 这些外在的因素 反而才是考验 目前为止台股的这个情形 不过我们从基本面来说 一般民众怎么想 你看这时候刚好有一个 这个民调出来了 这个民调出来是说 你看60%的民众预估说 你看2024年的经济成长率 大于3% 所以表示大家都认为说 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不错 那88%的民众认为说 今年的通膨率大于2 所以就说你看 我们经济成长率 还是比通膨率要更高 所以没有问题 那对指数的问题来说的话 你看43%的民众预期说 下半年台股指数 应该高点在24000点以上 对不对 所以表示说 大家认为今年的高点 24400点应该还会再过 好那至于说低点来说的话 本身52的人认为说 2万点到2万1000点 那事实上距离这个位置来说 也不原意 所以我认为说 其实大家应该 接下来往下跌的时候 其实目前为止 你应该心态上面来说 我要转成说 我可能会比较偏买方 看什么时候能够止跌 好那我跟他讲 什么时候能够止跌呢 指数来说的话是 三天如果大家 没有再看到这个低点的话 那短线就有一个脚打出来 台积电也是一样 三天不破新低来说的话 大家或许可以考虑逢低 如果你上面有被套扰的时候 可以逢低来略做加码的一个状况 好 进一步来观察 川普人都还没选上 刮起了这个台股 风狗浪会如何牵动 我们的荷包 今天一句话就来跟大家报告 台积电的股价 代也川普 但台积电的大单 城也川普 对 没错 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台积电的这个基本面 绝对没有问题 上礼拜的法说也没有问题 但是目前为止 就是这个川普那张嘴 可能会造成了股市的上下震荡 这个四年前他当总统的时候 川普投顾 现在的这个阴影又回来了 那么讲 谢老大 谢金融有说什么 在半导体的这个领长的这个过大 而且他觉得说 应该本来就要修正了 川普就变成是把这个磁吸电 撞坏了这个灰犀牛 那根据他的说法来说的话 他预估台积电的季线 我刚才讲嘛 台积电的季线大概是900 890到900之间 这个位置来说 可能就是这一次 比较大的一个支撑 那我认为说 不应该回到那边 回到那边的话 台股恐怕还会再修正 我就认为说 短时间之内 三天不过低 或许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低点 那我们就讲 这让台积电也变成是 国内外大家都在讨论的一个重点 那尤其是华尔街日报说什么 他说这个中国政策 是美国两党重要的议题 那政治语言呢 这个只会更加喧哗 那尤其是防卫台湾的问题呢 总会在总统竞选的时候会出现 所以我就讲 在这一段总统竞选的过程中间 恐怕这种川普说一句 或者是未来的谁再说一句 恐怕都会造成股市动荡的一个情形 川普我那张嘴 管不了他要怎么放炮 可是基本面总是科学 总是数字 这个礼拜非常值得关注的是 美国超级财报周 对 没错 我觉得目前为止来说 股价还是要业绩说话 那么讲 事实上从今天开始 这个整个礼拜 或到下礼拜里面来说的话 你看 这个美国有非常多财报要公布 你看23号有这个Google 这个Alphabet 然后特斯拉 24号IBM 在30号有微软跟超微 然后31号有Meta高通 然后8月1号有苹果 亚马逊 英特尔等等 所以我觉得目前为止来说 财报才是决定 这个股市好坏的重点 瑞银最近有一个报告 他说我把这个 这个标普500指数的 这个今年度的 最终的报价的目标 把它调到5900点 那5900点 相对目前为止 5000点左右的位置 还可以涨7% 他说牛市的话 可以涨到6500点 能够涨18% 所以那是 为什么讲到标准普通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 美国重大的 什么这个巨大的 这个7公司里面 你看苹果啦 包括说微软啦 或者是像特斯拉啦 亚马逊 都是在这个标普500里面 有脸书等等 所以就说标普500 它说能往上调 那当然它对科技股 是不看淡嘛 那尤其是它今年 已经第四次 调升这个目标 它今年这个原本的目标 只有4800 现在早就已经过4800了 所以我才讲 目前而且它预估 今年的美股收益 可以达到250美元 所以看起来的话 整个美国的基本面 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5500点是现在标普500的水位 差400点 换句话说 我们常形容说 万流归宗 你不看淡科技 你要的晶片 只有跟台积电要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 也开始跟大家预告 台积电这个星期 本来有两大力多 敌不过它一张嘴 对 我就讲嘛 实际上台积电的客户是谁 就是这些公司嘛 所以君强我问你 如果这些公司业绩都好 台积电会超吗 怎么会不好 不会嘛 所以我就说嘛 台积电的确目前为止 基本面没有太大的问题 是 那尤其是 今天其实传出一个利多 我觉得台积电是个利多 就是地缘政治 我们讲 川普这样讲 好像对台积电是有不好 不是 也是有好的地方 什么好的地方 你看台积电第二季的客户 来说的话 我们讲中国占比有一度是下滑 但是现在为止来说 美国还是最多 占百分之65 但是中国的比例 大幅的上升 你看今年第一季百分之9 现在已经来到百分之16 那去年同级的时候是百分之12 现在也来到16 那这个七%的 这样比哪里多出来的 对 那哪里 来自中国的客户 中国什么客户呢 中国现在有很多3奈米 7奈米 5奈米的客户呢 他现在还没有被美国管制了 拼命下单给你啊 我还等你川普当总统 对啊 川普上台的时候 你搞不好会对他杀 全部都不能下单 所以我们现在能下单就下单 所以我再跟你讲 目前为止来说 你看原本的这个亚太地区 就是非中国之外 是台积电的第二大市场 现在变成中国又是第二大 所以告诉你 中国一直拼命下单 那有军项我问你 如果假设川普民调越来越高 那会怎么办 下越来越多啊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高竹墙 广基良 要打仗了 能下越多的时候 你说对台积电业绩是好 还是不好 好啊 所以我才说 这其实是台积电的一个利多 另外利多是什么 你看这个OpenAI 这个奥特曼 本来说我要砸七兆美金 我要自己设这个晶圆厂 就像现在没得到 我是设计我跟Blocom合作 那Blocom的这个下单 就下给谁 下给台积电嘛 所以现在还是下给台积电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台积电的客户只有越来越多 不会越来越少嘛 对不对 那尤其是你看 目前为止 它的这个SOIC 就下一代的这个封装技术 AMD 苹果 这个辉达 Blocom全部都有啦 那尤其是你看 连英国都出来帮我们说话 英国说什么 虽然其他国家要赶上台湾 但是不可能嘛 他说晶片产业的霸主 是台湾嘛 没有理由放弃 所以我跟你讲 你看外国 甚至美国本土 都有一些说法 说川普你讲法 是错的 所以看起来的话 如果你回归到基本 我觉得短期间之内 这个大家心里面的紧张 还有筹码面的整理 那是一定要的 但是如果你拿 能够拿更长远的目标来看的话 台积电的业绩 当然没有太大的问题 台积电要好 台股才会好 但是能好吗 最大的变数 在最不可测的 川普 可是他是在迎面大增 为什么 今天其实我们正在睡觉的时候 拜登 齐齐式的闪电宣布 退出美国大选 到底怎么会连他的幕僚 都觉得被齐齐了 对 没错 我们看到 事实上今天 最惊天的消息 就是拜登弃选了 那尤其是我们知道 拜登其实在前几天的时候 我们都说 美国民主党内 对他这样逼宫 然后他还说 我不弃选 我要选到底 那尤其是他这几天的时候 其实他还有在X上面发问 你看这是拜登的X的账号 你看他还贴出 这个川普副总统 泛斯的照片 他说什么 因为他目前有被隔离 他说期待我本周 重访竞选的活动 然后他X上面连发13折 他说 我在说 他说我不信 不在家里面看 因为他得COVID 他说我在质疑川普 你到底在说什么鬼话连篇 他一直在讲 他连发13篇 所以照理说 他还是要赞 对 你还是要赞 那你为什么突然之间不赞 那好 现在美国媒体传出来的时候 他当时拜登 他去这个 他回到德拉瓦州 他在沙滩上面漫步 突然之间他心血来吵 就打电话叫他的这个心腹 叫这个锐气体 还有包括说多尼龙 两个人就说来 那两个来的时候就跟他说 我们来吵你一份退选的状态 你这本公司啊 退选 他们两人都吓一跳 好 那吓一跳的时候 甚至为什么 事实上拜登是 已经有决定的时候 他有跟家人开过会 家人开过会的时候 大家都同意之后 他就做了这个决定 那做了这个决定之后 他在发表的前一分钟 他才告诉这个贺锦丽 还有白宫的这个幕僚长 所以他们两个都是 完全第一个时间知道 甚至贺锦丽说 我还是看脸书才知道 很多人都看脸书才知道 那你知道目前为止来说话 那好 拜登弃选的时候 虽然他第一个时间说 我支持贺锦丽 他也准备把他 募到了这个9000多万 可能都转到贺锦丽的这个身上 但是目前为止 贺锦丽就会来选吗 不一定 好 所以这样演到这个地方 贺锦丽看来透懂 最后我们11月看到 就会是贺锦丽对决川普 不一定 为什么 我刚才讲 拜登已经说 我要支持贺锦丽 我问你 如果照理说的话 这个其他共和 这个民主党的大佬 像欧巴马 或者说裴洛西要说什么 支持贺锦丽 可是问题是 就这样 他们没有这样说 那一定有其人吗 对 我想想 事实上目前为止 他们都没有表达 这个要支持贺锦丽 为什么 事实上目前为止有一个民调 欧巴马的老婆 听说她的民调还不错 另外裴洛西她支持的是 现在加州的州长 所以他们两个都别有用心 那尤其是他们认为说 好 贺锦丽在上一届的阶段里面 她总统 她初选选得里里当当 然后她女性有色人种的身份 是好还是不好 她现在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目前为止 大家为什么会认为 川普好像得胜选的几率更高 因为目前民主党 似乎看起来还有一团乱要打的时候 那怎么办 那当然川普民调高的时候 台股或是全世界股市 就会跟着川普男张嘴 上张阶下的震荡 今天全世界都在看 拜登闪电退选 连幕僚都觉得他们被偷袭了 而川普上任几率大增 今天台股写洗700点 连台积电两大利多 中国客户抢着下单 OpenAI也有大单进补 都比不上川普的毒口水 台股的风口浪 我们要怎么来观察 进一步我们看 如果真的是川普上位的话 真正该担心的是中国 川普比拜登更狠 他准备请军入 给你市场 请你设场 你如果不从 每部车200%的关税等着你 这么狠 中国要怎么接招 对 没错 事实上在今天早上 大家起床的时候 应该看到这个 蛮震惊的这个消息 虽然是蛮震惊 但是其实也不意外 就是拜登已经宣布在 退出这一次的 2024的美国总统的大选 而且他支持副总统贺锦丽 来对决川普的一个状况 尤其是因为这一次的 拜登可能是说临时决定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周末的时候 他其实还喊话说 我绝不退选 我要这个竞争到底 但没想到突然之间就宣布退选 那根据目前为止 美国得知的这个消息是 他在退选前一分钟 才告知他的白宫的相关人员 还有他的竞选团队的幕僚 甚至很多员工是看了这个网络才知情 甚至连贺锦丽他也都是看了网络才知道 不过第一个时间里面来说话 当然因为他支持贺锦丽 所以贺锦丽马上就说 我会争取党内的提名 还要呼吁民主党要团结在一起 接下来的这一题问题环环相扣 拜登退选之后 谁要替代他成为民主党的候选人 而不管是谁 选得赢川普吗 如果最后川普当上了总统 对台湾 对台股 对台积电的影响又是什么 对 没错 尽量讲到重点 因为美国的政情会影响到台湾的发展 所以你看今天早上 拜登退选的时候 你看台股今天因为政治的不确定性 反而是台股先中担 台股跌了600多点 那台积电也跌到了930块 所以事实上这个震荡激励 相当相当的激烈好 那我们跟大家讲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这个局面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目前为止来说 一定是贺锦丽对决川普吗 也还不一定 因为在第一个时间点里面来说的话 美国几个重要的 民主党几个重要的大咖 比如说像裴洛西 像欧巴马 欧巴马是说 我认为说拜登是个爱国者 他这个退选是有利于美国跟民主党 但是他没有说要支持这个贺锦丽嘛 对不对 那尤其是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虽然说贺锦丽的民调 事实上还不差 以川普来说是48 那贺锦丽是47 不过似乎是欧巴马他另有所属 为什么 因为其实他们还做了一个民调 就是密学欧巴马 就是欧巴马的老婆 目前是50%领先 这个川普的39% 所以到底谁会出来选呢 其实还未定之天 不过当然 这个拜登退选的时候 川普第一个时间 当然就开了这个拜登一枪 他说拜登是史上最烂的这个总统 那同时还提到说贺锦丽会比拜登更容易击败 但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其实从民调来说话 搞不好贺锦丽会比拜登更难产也说不定 好市中我们看到了 川普网友形容他口水好毒 他的毒口水掀起了台股的风狗浪 全世界都一样 那我们当然关心台股的表现 你怎么观察 谢金额说什么 他说川普剑指台积电 成了这个壮破磁吸电的这个灰犀牛 那你看这一段时间里面来说的话 台积电跌 台积电跌的话 我跟大家讲 这个爱斯莫尔大概也不会好 那爱斯莫尔跟台积电不好 美国半导体不好 半导体不好的话 这个NVIDIA什么都很难涨 所以因为这样子导致全世界都变成是一个 这个科技股都受到压力的一个状况 但是我们说真的啦 我们以目前为止来分析 台积电的基本面 我跟大家讲绝对目前为止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 问题就在于你的政治风险 这个很难评估啊 对不对 人家不知道说川普上台会怎么样 不过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彭博社有个专栏作家叫高灿明 他其实长时间有写非常多 跟科技相关的 他指明说说 其实他认为说川普好像对台积电有点误解 他认为台积电是美国的重要伙伴 而不是对手 那甚至我们可以看到说最近一段时间 你可以看到这个NVIDIA 继续再跟台积电下单 那甚至是像紧接下来的苹果的这个手机 或是苹果的这个平板 其实都需要台积电啊 甚至连于OpenAI 原本这个奥特曼他们执行长说 我要盖这个投资什么超级百亿美金 我要投资七兆美元 我要这个盖那么多晶圆厂 他现在也放弃了 所以说事实上台积电看起来 似乎还是美国不得不依赖的一个公司啊 对那我们讲 除了台积电 目前为止美国不得不依赖 台积电我们都一直跟大家说 台积电你就放心的往前去吧 你只要拉开跟对手的差距就没有问题 现在他这几天我们不是看到一个消息吗 就是台积电准备要打造一个国家队 他找了这个群创等等面板厂商 还有有威等等 组成一个叫做面板级的这个散出型的 这个封装的技术 那因为这是下一代的技术 他投资这个下一代的技术 意在什么 意在当然就甩开三星还有Intel等等 追兵的这个晋级的一个情形啊 我们说拜登闪退 川普几率大增 他都还没上风口浪已经卷成这样 真的该瑟瑟发抖的是中国 为什么 川普已经说了 第一招就剑指中国攻略全球的电动车 他这招狠狠耶 他请军入翁 中国是谁或不谁呢 对没错 实际上我们当然很担心台积电在川普上台之后的状况是怎么样 但是其实呢 真正要担心的 我觉得中国反而要更加担心 因为川普一直说 我要对中国磕60%的关税 所有商品 另外他在这个全代会他说什么 他说我商人第一天就会终止拜登的这个电动车的相关的命令 他会要求这个中国电动 这个汽车工厂射到美国来 如果你不接受 你在什么境外生产的 我都要全部给你磕100%到200%的这个进口关税 所以看起来的话 他其实剑指中国的这个意味其实也是存在的 那尤其是事实上对中国的电动车压力 不是只有来自于美国 我们想事实上欧盟也是一样 你看欧盟不是最近一段时间 他对这个中国的电动车磕临时的这个关税吗 最高有37.6% 7月5号开始实施 那尤其是他不是只有对你磕这个税 我们的阴影觉得说 这个好像未来的关税战 有一个眉目在这边 就是川普上台可能会磕 可是你看欧盟 欧盟不是只有对中国磕这个电动车 他也包括说像升值才有也磕税 那另外包括说像跨境电商 他什么虚印啊 TAMU等等的这个拼多多平台 他也不断给你磕关税嘛 所以看起来的话 其实未来在这个川普上台之后 还有欧盟目前的态度 可能接下来的这种所谓关税战 特别是针对中国这个沙发力道 恐怕会有加强的可能性啊 这样压得好 当然也是很害 国内已经电动车 他们卷成都已经刀刀剑骨 外销如果再遭到重税的关刀 一刀一刀砍过去的话 我就说过去你要进军中国市场 你要吃中国市场 技术拿来 现在刚好倒过来了 对 没错 事实上过去一段时间 你中国都希望说 你进来我的市场里面 你要跟我讲你的技术 现在国外也用这一招对付你 好 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让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中国当然知道说 各国在发展电动车的速度 可能会有一点变化 那中国怎么办 他们现在开始往什么 往固态电池去发展 好 什么叫固态电池呢 就是现在我们的电动车 是用所谓的锂 还有相关的电解液 就是液态电池 未来可能就会变成是用金属 变成固态电池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当然可以减少什么 爆炸的可能性 或者说你电解液戳破 就会这个不导电的这个状况 更加安全 那你看目前为止 广汽旗下的这个 这个浩博汽车就说 我们在2026年 这个会开始用 所谓的全固态电池 那上汽也说 我会开始安装这个固态电池 所以意在什么 你好啦 你针对我这个电动车这样 我继续往前走的一个状况 不过我就讲 你走再快的话 欧盟还是想骂把你拖下去 欧盟最近就有一个法规 他说要求你上汽 你把你这个电池的配方 把我交出来 包括说像 你这个磷酸离铁电池 或是你三元电池 李孤涅 李孤某 不管你要把相关的这个 配方交给我们 那就为我们是什么意思呢 当然他要知道你怎么生产 那就有人把这个 欧盟这个作为叫做什么 华为时刻 就是他现在呢 不是华为在美国 怎么对付华为 现在欧盟就怎么可能 会对付中国的电动车厂商 这可能才是 中国最要担心的 这个电动车华为时刻 好 今天晚上我们看到了 不管台湾 不管中国 这边我们的股市被下趴700点 中国更是他们赖以 国运转股的电动车 刀刀指向电动车产业 我原理你来告诉我们 川普还没上任 他已经咄咄逼人 下趴台股 他要刺向中国 谁伤得重 对我们台股投资来讲 我们该注意什么 对台湾当然都不是好消息 因为川普那一枪 可以说是黑天鹅 黑天鹅来临 你几乎确保他能够当选 那他能够当选 没有想到他遭到这个刺杀之后 他发表的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晶片产业 是从美国偷来的 我老天爷 那他这种思路 如果顺下去的时候 他一定会强迫台湾的 很多晶片生意回到美国 以前拜登已经强迫我们 去盖了一两个厂了 现在未来他会强迫我们 做什么事情 你永远不知道 因为他就是个狂人 所以你没有办法按部就班 这不确定性一上来的时候 当然台积电股市就跟他跌了 再来加上NVIDIA 现在要遭到反垄断调查 美国司法部的反垄断调查 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所以NVIDIA如果遭到打击的时候 虽然他经人度下单给台积电 还是看起来量蛮大的 但是明后脸你不知道 他会受到什么伤害 你永远也不知道 像以前AT&T不是一家公司 被拆成好几家公司吗 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双重困难 也可以说是两只黑天鹅 他已经不是灰犀牛了 所以给台积电压得喘不过气 你只要比较一下股价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到说 NVIDIA从2022年开始 涨了12倍 涨到最高点12倍 所以他回档倍数还是蛮高的 可是台积电从2022年到现在 只涨一倍500到1000 所以我们回档下来 我们当然会觉得心情比较沉重 该瑟瑟发抖会去中国吗 现在不比四年前 不比六年前贸易战开打的时候 它现在元气已经流失很多 连马步都不一定蹲得稳 你怎么观察 要看产内 有的产内真的会受到很大影响 有的产内倒是不会 比如说美国 美国根本就是禁止中国电动车进口 所以你客栽多关税有没有差别 没差别 他一辆也没卖 那他现在到墨西哥设厂 他的生产量也只够供应墨西哥用而已 那如果再增加也只是中南美洲 他的量并没有大到可以卖到美国去 那在欧洲方面 基本上他根本就不太理会欧洲 因为他有两个筹码 第一个筹码他在匈牙利设厂 所以更不在乎你欧盟怎么下命令 第二个他手上握有你德国车在中国的市场 你要对立起来 德国损伤会比较大 因为现在中国的电动汽车 在欧洲的销售还很小 可是你德国系统的车子 在中国大陆销售量还是很大 所以你看我一刀 我看你五刀 谁会流血比较多 还不一定 那所谓的固态电池 以目前的技术档次来讲 固态电池可以再取代 某一部分的物流车 外送车辆 一种不是长途的 不需要很快速的车辆 是可以取代 但是主流的车辆 还是以磷酸离铁 那磷酸离铁这种产业 在中国大陆 不管是富级材料 正级材料 它都全世界最大的 而且规模最大 成本最低 价格最低 那这一点 连美国现在都还要从 韩国转去买中国大陆的原料 所以我觉得影响是有限 真的两方面的贸易 继续打的话 还是比它的产类 其他的产类影响 比较大 但是美国现在状况 也是比较麻烦 美国我刚才采取一个策略 就是我自损一千 我盟友再损两千 然后让你中国损失一千五 但这个能够持续多久 我所有的经济学校都存疑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谢谢大家